哈喽啊,大家好,我是凌佳,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有一些话想先借着视频跟大家说一下 首先是谢谢大家,我涨到5000多粉丝了 不知不觉的想起去年11月在这里发了第一个视频 本来也是看到别的塔罗市的大众占卜 然后觉得很喜欢 想着自己能不能做一个吧 慢慢的就到了今天 B站上的大家真的非常的包容,很接纳 批评质疑的声音很少 然后大家都是随时心怀善意,懂得感恩的人了 因为可能我一直都比较玻璃心嘛 但是如果夸我的话,我会开心很久 谢谢,所以说就是很谢谢在评论区反馈和鼓励我的小朋友 还有特地来还愿的,还有专门发私信来鼓励我 加微信鼓励我的小朋友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们 就是真的是因为你们随时随地一次又一次的让我感到很温暖 然后再一次的感谢大家 这样一个运励 这次除了三月份的整体状态 然后我还看了一下爱情运励和事业运 当然就是通灵的时候啊 就是高灵他给你什么,你就只能看到什么 虽然说你比如说你提出了一个问题 但是高灵他给你看了什么 可能是他认为在当下就是对你们最实用的 就意思就是说不一定每一个星座都是完全按照这个顺序 就是整体状态,爱情运和事业运 就有的星座呢 他比如说下个月,他的事业运特别好 然后一开篇来给我看到的那个印象 就是关于他事业的 然后除了通灵之外呢 我会用这一副天空塔罗牌 然后抽取一张本月注意事项的建议卡 然后关于你们的生活状态的一个提示 我会用这一副大天使讯息卡为你们抽取 这个牌其实刚刚已经被那个 已经 我今天真的是脑子有一点短路 就刚刚这两副牌我都已经进化过了 希望能够抽到很好的牌吧 然后这一副卡与大天使的连接呢 它是我这些天使卡里面最精准的一副 而且我很喜欢上面的印记 就某段时间你抽到的卡 它就是符合你当下频率的一个疗愈 然后你把你那个印记 就是这张卡上有印记嘛 大家看过之前视频的都知道 就你把那个印记经常回忆一下的话 都是在为自己补充能量 然后之前我本来拍了每一张想上传 但是我发现B站它没有相册呀 然后我就想等我传到我的豆瓣吧 然后我再把地址发上来跟你们说 好的 然后那么还是先用惯例啊 先按照惯例我们先用灵白来提平 净化我们的能量 同时我会喷一些实现愿望的魔法喷雾 这是我做这个是我做魔法仪式的时候 请女生给我加持的用那个魔法圣水 这桌子喷一下不知道会不会 不管了 其实我应该担心的是 会不会把那个塔罗牌给打湿 算了算了不管了 那大家可以把自己的愿望打在弹幕上 在净化结束之前都可以啊 要不然再喷一点吧 我把把灵白也喷一下 然后就是你们在净化结束之前都可以 就是把自己的愿望打在弹幕上 然后那么净化完成之后就选 就请大家选择星座 我们现在开始净化 啦 这一条小品牌 theo 我做主烈跳牌 就要担心的跌打 随了 大家都 waiting 没见 not 暗默 że 我们真的 loin 我们会担心的 美人就要直 Corporal 因为我再回 chaotic 夜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